讨论会的现场 那我们这次的现场 这次的场次 我们会做艺术创作与人文的demo发表 那我们邀请到 国立台南艺术大学动画艺术影像美学研究所的 卢和林助理教授 来帮我们担任主持人 那我们先把场次交给罗老师 谢谢 好谢谢思怡袁老师 那我们这一场 蛮特殊 算是一个就是历史的一个传承 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是因为我们这个场次 邀请了两个非常大咖的评论人 那我先介绍一下评论人 我在介绍这次的发表者 那这次的两位评论人 一位是戴嘉明教授 他是目前是台北艺术大学新媒体艺术学系的一个教授 那本身呢 也是北艺的艺科中心的主任 那之前呢 在有得过像动画的电脑图学动画最高荣誉 C-Gweb的一个奖项 那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动画导演 那本身也对于就是动画如何结合这种科技的一种跨域 整个有很丰富的经验 那另外一位呢 那另外一位呢 那另外一位呢是谢文明导演 那谢文明导演是台湾知名动画导演 那前阵子呢 才夜车 就是除了就是获得去年的金马奖之外 也获得就是沃泰华动画影展的一个肯定 那下一幕就是会代表台湾就是前进奥斯卡动画奖 所以算是台湾之光之外呢 也是台湾很有名的一个动画导演 那这两位 我们的评论人呢 会分别的就是评论我们等一下发表的相关的一些 同学们的作品 那我们这一次的这场次呢 主要都是以创作者为主 那包含说 有的是已经毕业的 那有的是大学生 有的是硕士生 那都是很丰富 而且他们的创作的能量 我觉得都是非常的令我就是惊艳的 那发表者包含有就是有黄爱纯 他的作品是虚拟山 那有陈玉硕 他的作品是电流 还有李绍成 他的作品是烂地方 那还有汪以林 他的作品是困 还有庄玉金 他的作品是 西基纳 一个是团队 叫匿名动物园 是作品是猫属的一天 还有就是天龙戏院 也是团队 票贩子 天龙戏票贩子 他们的作品是 我有一个叫政治 境遇的问题 那还有叶亮亭的作品是我 还有黄思偶的作品是水中的女孩 那这个场次我为什么会说传承呢 是因为发表者中的黄思偶 他也是有入围今年的金马奖 那刚我评论人是去年的金马奖得主 所以我觉得算是一个还没有特殊的一个意义 那因为我们这次的场次的发表者 人数比较多 所以每位发表者的时间只有五分钟 那是用一个比较短讲的方式来进行他们的发表 那如果就是各位就是现场的观众 对于发表者本身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整个发表我们会放在虚拟展场 那在我们的官方的研讨会的连结中 那明天的晚上八点会有一个 线上的一个开幕的一个opening的一个交流会 那也因此呢就是发表者可以在那边 跟各位观众进行某种程度的交流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先让第一个发表者 黄艾纯进行发表 那个你的声音要开哦 麦克风 大家好我是黄艾纯 然后我是一个旅居美国跟台湾的 视觉艺术的创作者 那我这一次的作品叫《虚弥山》 那我先播放我的影片 稍等一下哦 《虚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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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很多三角形的一个圣山的异象 那我就觉得它就像双手合起来的三角异象 那背景后面出现的一些蛇龙啊 或是台湾常见的一些铁窗的景象 都是一条条束缚自己的限制 那还有就是我觉得窗景是一个切换时空的终界点 有点像小时候我住在都市里面 从铁窗往外看圣山的自己 我时间到了对不对 时间到了吗 对 差不多 好 OK 好 其他作品也欢迎大家到GaterTown里面去看 然后谢谢大家 好 谢谢艾纯 就很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这场的长次发表者比较多 所以就是每个发表者的时间比较短 那我们九位发表者都依序发表完 那就是接下来的环节呢 我会请两位讲者 各用针对评论来进行 就是有一个时间 就是可能每位评论者都是15到20分钟 那当然就是因为我们的人数众多 所以我们有一个简易的分配 那就针对就是讲者 针对个别的发表者进行评论 那当然就是如果有 有个别的 虽然不是你的评论的对象 但是如果你有特别讲的话 也是可以提到 好 那我们就先请戴嘉明教授进行评论 好 谢谢主持人 谢谢罗和林老师 那首先表达很开心 有机会来跟各位互相讨论 评论就不敢了 你们都很优秀 刚刚看了一些你们的一些创作的一些说明 那我在这里就稍微分享一下 我看到的一些部分 这样子 那可能每一个同学我讲的时间都不会一样 因为大家内容其实还差异性也蛮大的 所以可能不见得每个人的时间是一样 那请大家多包涵 那首先是有关于须弥山的这个爱纯的部分 首先必须讲 我很喜欢爱纯的作品 那我先下了个注解 这个看似登山前进 那却是一个负担沉重的循环 所以这个某种程度 好像每个人心中其实是有个境界 不过现实的生活好像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那我喜欢爱纯用的很多我们的一些所谓的社会性的元素 铁窗 铁丝或者是报纸广告 工厂 摩托车 手扶梯 以及当然就是最让大家印象深刻的这个维章建筑 维章建筑去构筑一个山的形态 我想在视觉的与会上面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 大家其实都一看就会心有戚戚冤 因为这个是太清楚 而且是非常强烈的这个所谓的社会的一些与会 而且是比较是针对是一种 在一种所谓的大环境的一种压力下生活的一种不得不的状态 所以我想这个与会上面的描述也非常的清楚 那我稍微说明一下 因为看了一个这个整个爱纯的一个说明来讲好像有三部曲 他想你只有针对第一部嘛 第一部须弥山的这个部分来说明 其实我三部都看了 我都觉得非常好 非常有意思 那可能我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其他两部 不过我们先针对须弥山的部分 那这里你有讲到一个可能我要提问的地方 就是说你认为窗户是一个空间转换的中心点 坦白说我不太意识的出来 窗户在你的这个影片里面是做的什么转换 所以这个可能待会要请你有机会的话说明一下 但是我想这个元素我们一看窗户跟自然风景 或是窗户跟窗外的之间的关系 其实是很清楚的 但是说窗户它是一个转换的中心点 这个我就比较有点 但是有一件事情如果说是一个所谓的中心点 在我看它有一个旅人有个旅程有个路在走 有点像是一个小人然后从左到右一直在做一个行进的动作 那如果说行进往前走这件事情是一个窗起来的中心点 这件其实我还蛮能够理解 因为它一直在往前走这件事情 不过往前走这个事情到了摩托车跟上下手护梯事物又被打断了 因为那个一直在走路的旅人又不见了 就到了这个摩托车跟 因为你的方式其实横式的 你的动态方式其实横式的 我觉得也非常好 但是就是说到了摩托车跟走扶梯 这个好像就有点把你的 本来的一个运动的方式把它给改变了 那那个小人也不见了 所以到这一点来我觉得好像有点转换视角 然后不知道那个目的是什么 但是元素当然很清楚 元素是很清楚的 那到后来又接回来 到后来又接回来这个所谓的圣山 或者是到后来又回到一个圆圈的一个行走的状态 我觉得行走这件事好像又被接回来 只是说中间有一段 我是稍微有点 不是那么清楚 不是那么清楚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整个的风格 整个的影像的处理 我觉得是很成熟 那我喜欢这种单色调的一些处理的方式 另外 因为我还讲其他人 我想你的部分我可能也不能再讲太多 不然我也有机会也很想跟你讨论一下第二段第三段 因为也非常棒 因为第二段 他用更多重复性的 像滑手羁斑的 更多速度重复性的 无止境的方式 才呈现出这个无奈感 或者是所谓的没有办法离开这件事情更加的强烈 那第三段其实就更清楚的用一条红线的方式 把这种所谓的羁斑 大家有看鬼灭之刃都知道那一集 就羁斑这件事情 他把这个羁斑这件事情又表现得很清楚 所以那一段我也非常的喜欢 但是我想 因为你今天主要的目的是在讲第一段的 虚弥山的部分 我只是说可能可以请你说明两件事好了 第一件事就是说我真的想要知道这个窗户 你所谓的空间转换的中心点到底是在哪里 这个我有点抓不到 那第二个就是声音的部分 我觉得你的画面非常好 可是声音的部分有点 有点对我而言 因为你用的是音乐不是声音 所以音乐它本身有个节奏 所以我一直被这个节奏一直给拉着 要跟着节奏去看这整件事情 所以我似乎有点我个人觉得说 好像被这个音乐的节奏给干扰到 其实有时候一些作品 或许它有时候要停顿 甚至它有时候其实是有不一样的传习 有时候你用声音的表现可能会比音乐 当做背景可能会来的比较好一点 我个人 所以我可能要第二个请问你 这个音乐是你自己做的吗 还是你只是拿来配乐 那如果你只是用配乐的方式 我会觉得有点可惜 应该好思考一下这样的影像 应该要跟什么样的声音来做结合 这个是第二个提问 好 戴嘉明老师的评论 戴嘉明老师的评论非常的精准 我觉得对于同学们跟创作者们 一定会有很大的一个收获 那我们就先换下一个评论者 就是我们的谢文明导演 谢导演 好谢谢 谢谢戴嘉明老师 我跟你说 嘉明老师在我很年轻的时候 就是我第一个作品的时候 他就找我去他们班上跟同学分享 哇那时候我觉得好荣幸 然后让我觉得很有被肯定 然后我就听嘉明老师给我的意见 然后就很努力很努力 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来 所以我很谢谢嘉明老师 谢谢 你太客气了 真的 好 我其实嘉明老师刚才讲了好多个 我其实我都跟嘉明老师 是一样的感受的 有几支我很喜欢 那我就都讲一下好了 其实薰米山我也蛮喜欢 我觉得他真的很有趣 那我跟我就 薰米山我是觉得说 他最后啊 那个人啊 那么关键 他在那个山顶上 我觉得你这个时候 要把那个ending收得漂亮 我觉得你那个时候 就是人站在这边 你的手还打开 我以为他要跳下去还是什么的 所以你想想看他站在这边 他有什么感受 这个人他最后的这一颗镜头 你觉得他会站在那边 思考呢还是做什么 因为他只能用肢体去做表演 所以想看他在这边 他的肢体会是什么 好最后面那一颗 这很重要 一部电影的最后要收 我要很仔细很小心的 好 谢谢薰文明导演的一个评论 那针对 而且是针对就是每一个创作者 都有一个简单的一个 简短的一个评语 那接下来我们就会到就是每个 创作者再讲一次就是 自己的一个回应 就针对刚刚两位评论人的提问 或者是一些想法跟建议 来进行一些思考跟一些回应 那当然因为时间关系就是我们这边的 评论人就每个人是两分钟 那当然就是说如果有一些针对一些 后续还有一些问题的话 我相信说各位评论人还是可以在 各位发表者还是可以在写信 联络我们的评论人 就是互相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交流 那我们就先换那个 先请艾纯开始做回应 好 谢谢老师还有导演们给我的建议 然后我第一次应该算是很少有机会可以听到 就是前辈们给我一些建议 所以那种从另外一个视角 在看自己的作品的感觉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 就是非常非常的温暖 而且非常非常的觉得新鲜 然后谢谢老师们给我的建议 然后第一个就是我要讲的是 我不是一个专门做动画出身的人 我只是做一个视觉 我本身是做视觉艺术的人 所以我的动态 我的故事的脉络 并不是这么的 有被学术建构起来 就是大家可能会有先有个脚本 故事脚本 然后会有个非常线性的故事脉络 其实我完全没有 我的创作过程是非常破碎的 就是我有感觉一个 我的画面有好多个画面 然后我就是都先把它先一个一个单一个做出来 然后最后我在想 那我要怎么拼起来接起来 然后画面才比较顺 所以我的做法有点非常实验性 是我自己的做法 然后其实我有时候也不断在检讨 就是我看别人作品是比较 故事性的脉络的这样子建构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我是不是也该要 更架构的去做这件事 所以包含戴老师你提到的一些就是 为什么这小人走的走到一半 然后被一些台北桥的机车啊 然后什么手腹地去切断 我根本就觉得没有关系 就是被切断都无所谓 就是我觉得这样都无所谓 所以其实嗯 而且我还觉得一直走一直走 就一直走下去好无聊 所以我想要中间被切断 那就是这可能是我自己 比较任性的一个想法 但是我那时候觉得就是刚好 觉得画面应该要有那个 我觉得那个画面对我来说很强烈 所以我就放进去 但是也是建构在我不是很学术性的 去架构我的创作 而且我的创作 其实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完成的 所以我没有那么多人去讨论 或给我一些建议 所以今天能够听到老师们给我的建议 我觉得是我很好的 就是接下来在创作 当下创作的东西很好的建议 然后包含就是音乐音效跟声音的处理 这部分老师 我要谢谢两位老师们都给我一个很好的建议 因为我的创作也都是找现成的配源 那这也是我下一个阶段 希望可以更精进 然后可以跟其他们 呃伙伴们也可以学习的 因为觉得声音的部分 但是我一直很欠缺的部分 那我觉得很好 很高兴可以借我这个机会 去提点我自己 好好去加强 比如说声音在空白的部分 然后会更 或是烘托 烘托自己的画面 然后让自己的视觉 能够更相辅相成 对 那也谢谢导演给我建议 就是最后一幕有首尾 对这一幕 我觉得后 因为我没有做太久 可能做一个动画 做在工作之里做的 所以可能没有花太多 我没有办法花很完整的时间 全力投入 所以我希望未来自己的创作里面 可以更精进的去想 每一个镜头对我来说 它是不是应该要更精练 那谢谢老师跟导演 谢谢 好 谢谢艾纯的回应 那我很请那个秀文明导演 就是一个两分钟的 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 好 我很谢谢那个 大家有这个很有心 在这个时候我们把东西 一起再拿出来讨论 每一个人都有很棒的想法 其实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创作就是你要一直 一直努力啦 就是 就是 听一下别人的意见 但是有时候就像 刚才那个 那个 那个 烂地方 那个 这个导演 其实他也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有时候 我们给你一些意见 那你想想看 那你可以整理一下 如果有需要的话 你可以 可以做一些调整 如果你还是觉得自己比较好 其实你要相信自己 我觉得也OK的 然后 创作就是这样 我建议各位 你多看 多看别人 比方说这一次你也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 你多看别人的 然后也可以变成自己的养分 多吸收 那比方看到有音效可以这样的呈现 那你你也可以想看看你的音效可以怎么样的去呈现 所以就就就就多多方面去学习 好那那我我觉得大家都很很棒 然后也谢谢大家这么努力 谢谢大家 好谢谢谢导演的总结哦 那基本上就像刚刚两位评论人讲的就是 就是创作本身没有对跟错 创作不是二元的东西 那基本上就是创作的 等于是一种就是今天只是一种交流 就是大家把你们的想法提出来 那评论人就他们自己的自身经验跟他们对于就是创作的一些想法进行某种程度的回馈 那这回馈不是说一定就是你要照这样做 因为创作是没有对错的 那当然因为我们的这次时间比较紧凑 所以我们整这个全部的这种demo 我们是有在就是我们的虚拟战场GearTown做呈现 那其实这次的呈现是让我很惊艳的 因为其实提出用GearTown来呈现这个虚拟战场是我的想法 我提出来的 那但我就把那个布展性布展的权利交给各位创作者 那很多创作者布出来的东西我都有吓到 包括那个艾传的我有吓到 预缩的我有吓到 绍成我有吓到 怡琳我也有吓到 几乎全部的创作者的展场的布置 虚拟战场的布置的用心度 跟他们对于这种创意的想象 本身就都有经验到我 所以就是说在现场 我们看我们这个研讨会直播的观众们 如果你对于就是个别创作者的创作有更大的兴趣 或是你想要更详细了解的话 就是你可以上虚拟战场GearTown来看他们的作品 那我们会在明天晚上8点 我们会有一个开幕的一个简单的 在现场开幕的一个opening 你们可以跟就是现场的这些发表者 做一些实际的交流 好 那我们这一场的尝试就到这边 那我把时间交给思宜 好 谢谢何林老师 也谢谢谢文明导演跟戴嘉宁老师 也谢谢各位发表者能够参与我们这次的场次 好 那我们今天这场顺利结束呢 谢谢各位老师 好 那也谢谢那个现场的观众朋友 好 那我们等一下在3点10分的话 会有另外一场第二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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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